比如說計算那個股東的股力要怎麼去分配 然後他要應該繳多少稅的部分 那首先的話第一個我們先把這個檔案先開起來 這個檔案的話中聯繫體裡面的這個 尋找與參照配股數量表 那把它啟用編輯 那首先的話呢我們按部就幫他來看一下 你們先看一下切到公式裡面 他有一些名稱已經幫我定義好了哪一些呢 像這個什麼分配股數 現金鼓勵這些已經都定義好了 他只是說要讓我們練習幾個 那基本上將來各位要建立的話 其實也非常簡單 就是利用什麼呢 利用我之前選舉這樣的選舉方式 把它整個選起來之後 再利用什麼呢 從選舉範圍建立 頂端列按確定 上面的所有的名稱自動會幫我們建一個 名稱一個範圍出來 也就是說將來你只要什麼 按F3這上面的名稱都會出來 他會指向哪裡呢 指向下面的範圍 那這題目裡面要我們做哪些事 我們按部就幫他來看一下 第一個的話就是什麼 這個地方 第一個他要我們 建立 範圍名稱 什麼樣的範圍名稱呢 在配股這個股票 配股的工作表 就第一個工作表 C1的部分 命名為總發進股數 G1的範圍 分配盈餘 然後A4到A58 是股 股東姓名 其他是什麼 配股數量表 這個是 A7到 C7 是要配股數量表 稅率表的話呢 B1 到 E3的範圍 所以這邊會有好幾個名稱範圍要定義好了 不過定義的方式的話呢 其實基本上呢 也跟前面我講的類似 那我們來看一下怎麼定義 首先的話切過來 第一個是總發行股 這個是C1 那要怎麼定義呢 直接按定義名稱就可以 那你會發 你會發現 因為 他這個很聰明 會偵測什麼 他這個是單一個儲存格 他前面會有個名稱 他會把名稱拉過來 OK 所以直接按確定就好了 這個C1是總發行股 按確定 分配盈餘是 G1 然後也是定義名稱 自動會找到分配盈餘 按確定 那股東姓名的話 其實要建立最快的方法就是 他是A4到A58 所以你直接 你當然可以選舉在定義名稱 或者最快的方法 我前面講過 選股東姓名 一直到 58 按shift 選的時候 記得要選到上面的名稱 按什麼 從選舉方案建立 頂端列 有沒有 會比較快 不然的話你還要 選完之後還要再打一個什麼 股東姓名 四個字 有時候很懶 我就直接按確定 股東姓名就幫你建立好了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剛剛建三個在哪裡 總發行股數 有沒有 C1 然後 分配盈餘 G1 還有 股東姓名 A4到A58 你先check一下 最怕是什麼 你設定的時候 設定錯誤了 那將來你 雖然按F3 會出現 可是 奇怪公司就錯 為什麼 你選錯範圍了 好這三個之外 還有什麼 配股數量表 他這個是一個對照表 要什麼 A2 到哪裡呢 C7 那我先把這個名稱 複製起來 第1個名稱 這個範圍名稱叫什麼 叫做 配股數量表 有沒有 那你會發現 他的欄文名稱在上面 所以將來呢 要查到資料的話 有沒有 可以用什麼呢 用 V6函數 對不對 按確定 那稅率表的話呢 這個是 欄文名稱在哪裡 在左邊 所以這個要用H6 那他的名稱 我們是從 B1 一直到 E3 定義一下名稱 名稱叫什麼 叫 稅率表 其實跟下面一樣 按確定 你可以看一下 名稱管理員 又會多兩個 一個是 稅率表 一個是 配股數量表 這邊都會出現 OK 好那做完畢之後的話 我們就要做哪些 從這邊 從D欄 一直到H欄 其實就是我們要做的 題目 那他首 第一個他問我說 分配股數 這個分配股數依據什麼 這個股東到底怎麼樣可以分配到股票呢 第一個就是以業績 搜尋什麼呢 配股數量表 工作表內的什麼呢 配股數 使用V6函數 也就是說呢 這個股東 他的什麼呢 他的業績 如果是多少 這個是 1400多萬 的業績 對不對 那 在配股數量表裡面 可以 拿到多少的 股票呢 1400萬 應該是在 這個範圍 所以他能夠拿到 多少萬股 應該是 35000 35000 所以我們要把這個值 帶過來到這裡 所以將來當然 35000 不過 他應該不是要你自己Key的 如果你自己Key的話 可能會瘋掉 所以呢 怎麼做 查入函數 讓你去查 最近使用過 V6函數 那他的業績 業績 對不對 記得要除以多少 1萬 為什麼 因為 以萬元為單位 再來Table Array 按F3 我們有個什麼呢 配股數量表 就是他嘛 對不對 按一個確定 再來呢 我要查到的 查回來的 有沒有 是第幾欄 第一個 第1欄跟第2欄 都是範圍 第3欄就是 他能夠取得多少配股 所以第3欄 比對方式的話 特別重要 可以是0嗎 0不行 為什麼 因為 我要找接近的 但不大於 所以這裡的話 請各位 記得輸入1 按確定之後 有沒有看到 3萬5千股 點兩下 其他就查完了 有沒有 他會根據什麼呢 他的業績 去查到什麼呢 他應該分配多少股票 OK 這應該概念都有了 再來的話 現金股利 那現金股利的公司 是怎麼樣呢 根據這個題目裡面 跟我們講的 就是說 現金股利 是什麼呢 原油股數 與分配股數 所以這邊公司 公司就是 原油股數 瓜糊 加上 分配股數 就是他原來的股票 他是股東 加上他 剛剛不是按照業績 去分配到的 再除以 除以什麼 總發行股數 再乘以 分配盈餘 分配盈餘 你光看到這個公司 你就昏 昏頭了 但是 特別注意 我們剛剛不是有建立名稱 接下來的動作 就變得很簡單 怎麼做 所以這個 各位看 就依賴什麼 依賴 這邊等於 F3 他原來什麼 原油股數 他原來有的股票 再加上分配股數 F3 分配股數 有沒有 分配到的股數 先刮虎 因為先加 對不對 除以什麼呢 總發行股數 除以 F3 所以你如果公司的話 以後你就怎麼樣 按F3就好了 總發行股數 再乘上 分配盈餘 F3 分配盈餘 有沒有 公司就完了 如果以前你要這樣做的話 恐怕沒那麼簡單 但是 這個公司出來嗎 按F3 如果你的 這個範圍沒設錯的話 按個打勾 你的工作就做完了 這樣應該會比較 比較 愜意一些些 不然的話 真的有些人 根本上面是什麼都搞不清楚 所以做完之後 做完一次之後 下一次還在做 又要頭痛 因為那個公司根本 也不知道怎麼弄 但是如果你定義好名稱之後 沒關係 反正你給我公司 我有公司 我照著做就好了 有沒有我剛剛就是看那個公司 我就可以打得出來了嘛 對不對 再來稅率 那稅率的話呢 根據題目的要求 稅率就是 稅率 以什麼呢 原有股數 原有的股數 與 分配到的股數 去找稅率表 好 就知道說 他應該繳多少稅率了 那 這個地方的話 特別重要 我們來看一下稅率 這個稅 稅率表 也是以萬元為單位 有沒有 所以他如果說他的股票 假如說超過幾萬 他要繳多少稅 那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 這裡就是要去 用那個什麼呢 最近使用過HLOOKA 因為稅率表是 藍位名稱在左邊 所以我們搜尋 搜尋的 稅率部分的話 是原有股數 加分配股數 所以按F3 原有股數 加上 分配股數 特別重要 分配股數你現在在按F3 不會出現 因為一個格子 也是有只給你一次機會 所以 按下面好了 按F3 把它分配股數 先做好之後 再把它剪下來 放在上面 記得不需要 前後 不需要雙以後 他會自己跳 再怎麼樣呢 把它除以什麼 除以1萬 因為 稅率表裡面是以萬元為單位 所以記得 先加再除以1萬 各 10 百 千萬 OK 然後對照表的話 對照哪裡呢 F3 稅率表 稅率表 去裡面幫我查 查到的列是哪一列呢 第三列 因為第1列跟第2列是範圍 比對方式的話呢 輸入1 找最接近的 用0的話一定是不對 因為0的話一定沒有 找不到 一模一樣的 找接近的 我可以按確定 那各位可以看到12% 有沒有 他在哪個範圍 這個範圍 100萬到200萬之間 OK 那就往下填滿 那扣稅後的鼓勵 其實在題目裡面是 扣稅後鼓勵是什麼 現金鼓勵 乘上 1 減掉稅率 所以你如果不知道的話 你可以直接就是把公式帶上去就可以 就是等於 現金鼓F3 找到現金鼓勵 在 乘上 1 刮虎 1減掉 稅率 稅率F3 這邊的話 有沒有一個需要稅率的 有稅率OK 後刮虎 打勾 答案就出來了 那排名很簡單 前面用過了 利用哪一個呢 就是 RANK RANK 前面有用過 所以這裡的話 我們一樣 查完數 找到全部裡面找一個 RANK OK 然後 它的 跟 這個範圍 所以按F3 這個範圍指的就是 扣稅後 現金鼓勵 就這個範圍 按確定 然後要怎麼樣呢 递增還递減 這個範圍應該是 第 第減嘛對不對 所以零 OK 好 因為這個範圍已經是固定的 所以不用再鎖 前面那一題我們好像 有鎖定 按確定 下點兩下 OK 各位可以看到 所以 扣稅後的 現金鼓勵 第一名 第一名是 這個 37 7萬多 OK 跟 3700多萬 更正 不過現在好像沒有這種融景 以前的話 這個很多 那個科技大廠 很多股東就靠這個就好了 靠這個不用 不需要 領年薪 以前好像不用繳稅 所以 光 這些錢就足夠了 OK 所以這裡的話我想各位試試看 這邊 分別 其實就按照什麼 按照我們上面的這個 上面的這個名字 所以你只要按照這個方式來做 應該都做得出來 OK 這裡的話 我想各位試試看 主要 名稱管理員 名稱管理員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試試看 特別注意 上面的名稱 你只要定義好 那個範圍之後 我想做出來 應該不會 太困難 好